随着巴西中尉吉尔正式加盟鲁能 加上加盟天津全剑的中场核心贾德森 加盟北京国安的巴甲MVP奥古斯托和后妖拉尔夫 从科林蒂安转回至中超的球员已经达到了四人 上赛季巴甲的冠军科林蒂安还没有太来得及庆祝 球队主力就被中超砸重金肢解 这个转回窗口对于身处南半球的科林蒂安来说虽然是夏天 但该俱乐部却遭受寒潮一般寒冷 贾德森 奥古斯托 拉尔夫 吉尔四名主力被中超球队挖走 加上加盟摩纳哥的勒夫 科林蒂安的失血程度堪称巴甲南恩普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圣保罗主席莱科表示中超球队不按套路出牌 防不胜防 其实巴甲冠军球队的球员 在赛季末被哄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2014赛季缠连了巴甲冠军之后 科鲁赛罗俱乐部立即成为了中超俱乐部挖角的首选 封线上的两把尖刀在赛季结束后都转投了中超联赛 其中高拉特以1500万欧元的天价加盟恒大 从格雷尼奥租进来的莫雷诺 也以对视最高身价签约了亚太 中场核心里贝罗加盟了阿联酋阿赫利 也差一点被恒大揽入阵中 在失去三名前场攻击手之后 科鲁赛罗的实力迅速下滑 本赛季进列第八位 本赛季巴甲冠军克林迪安 也面临着科鲁赛罗上赛季夺冠之后同样的境遇 主力阵容土崩瓦解 巴甲冠军的未免关卡已然成为地狱模式 当卢森伯格成为全剑主帅后 全剑打包了弗拉蒙哥的整个教练组和医疗成员 甚至连球队经理都带到了中国 作为卢森伯格的备胎 梅内赛斯在带领科鲁赛罗保级成功之后 也被带到了鲁能 上赛季中超花费高达2.2亿元人民币 购买了7名巴甲球员 首次登顶巴甲转汇土豪榜 对于巴甲来说 年年卖球员不是新鲜事 新鲜的是 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主要客户 在巴甲转汇历史上 中超已经悄悄攀升到了第9的位置 而中超的历史也不过12个赛季 从巴甲球队的角度来说 买核心球员是非常伤筋动骨的 但在巨额金钱的公式下 不管是球员个人还是俱乐部管理层 抵抗力都相当有限 实际上在过去的5个赛季中 巴甲在转汇方面都是盈利状态 可以这么说 巴甲的各支球队 基本都在靠卖球员挣钱 好在巴西有着雄厚的球员基础 即便这么卖了很多年 依然有源源不断的新球员顶上来 相比较之下 中超在这方面堪称土豪 在过去的5个赛季 中超每年的转汇都是投入大于收入 球队方面 5年下来 仅有辽宁红运和杭州绿城 两支球队是挣钱的 其余球队 军事投入大于收入 中超球队尽管在外援的选择上越发显得有眼光 但是挖掘本土新秀方面却仍显得很尴尬 或许买买买能够让联赛变得更加强大 但是就中国足球而言 成绩远远不是买买买 就可以简单粗暴地解决的 我们不能只是好球员的搬运工